不少民眾會選擇埋線拉提作為抗老醫美療程 但對於埋線拉提的線的結構和原理不是很了解 而且市面上的醫療種類很多 民眾對於線的安全性及耐用度有許多的疑惑 本集就要針對這點來做事宜 解開民眾對於線材的認知 我們的線材有分成可吸收型的線 以及不可吸收型的線 但現在大部分的客人就覺得顧慮上的問題 覺得有一條線如果在身體裡不可吸收 選擇度上會選擇可以吸收的 然後會比較不會影響到心理層面的問題 不會影響到覺得有一條線一直存在身體裡面 那可吸收型的線 市面上就是台灣合格的這些線裡面 大部分的線一年內都會吸收掉 那所以這完全可吸收掉的話 也不會有一些安全上一些顧慮問題 因為這些線在醫學外科使用上面 已經這些手術縫線 已經在外科使用上幾十年的歷史了 所以基本上沒有太大安全顧慮 以及就是過敏這些問題 這機率是很低的 通常這種就是 我們這種可吸收線在埋入身體之後 大概就兩週內的時間 建議都不要做這種髒大嘴 就是看牙醫的這種姿勢 或是大笑笑得太誇張的這種姿勢 以防就是我們在肌肉移動的時候 會影響到線 它還沒跟周圍組織穩定 還沒跟它融合起來 就是它還會在移動的狀況 所以有些可能胃移 會影響到原本的拉力 那兩週之後就不會有這種 胃移的這種太大的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講說線 這些可以維持多久的時間 這些線大概都一年內會吸收掉 在吸收的過程中 因為會刺激周圍組織 有些軟組織上的變化 會產生膠原蛋白增生 增生之後這些膠原蛋白 就看個人流失速度 一般就是在埋完線後 兩年左右 這個膠原蛋白會一起流失掉 所以大概埋線的客人 不會說整線吸收掉之後 就要立即再埋 因為它還有一些膠原蛋白在支撐 之後才會慢慢的一個 再往下鬆弛下來 所以都要還有一點時間 所以大概埋完線 都可以撐到兩年左右的時間 其實這些線材 它其實沉重力其實是蠻強的 基本上要斷裂的機率都比較低 當然就是客人如果真的有懷疑 有斷裂或是現跑位 這種狀況都建議要趕快回診 給手術的醫師看看 這樣客人心理上也會比較安心的感覺 因為術後有一些狀況 比如說有線頭的行為跑出來 你覺得這個沒什麼 想要把那個線頭 就是把它剪掉而已 就自行剪掉 那有時候這個剪的過程中 沒有無菌處理 造成整條線的感染 變得封信阻止眼 之後都有可能 有任何問題都直接回來 做處理會比較好 其實正常老化的過程 鬆弛以及流失 我們端組織會流失掉 那我們把鬆弛的皮膚拉上來之後 有一些流失的問題 就要靠填補的才有辦法解決 所以很多埋線的客人 埋完起來之後發現 我的髮定紋還是有點深 我的蘋果肌還是有點凹 還是有些不足臉頰還是有點凹陷 這個就變得要靠一些填補 才能達到一個 更年輕化的一個典型 抗衰老這個過程 就是本來就是一個 複合式看陰個人 一個客製化的一個 雞尾酒的一個療法 對是因人而異的 所以要去經過評估之後 再做這些埋線 以及後續的一個治療方式 都要跟醫師做討論 術前 一定要跟醫師討論好 就是你的問題 可不可以靠埋線就可以解決 有一些不是埋線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聽了朋友做埋線 覺得變年輕 或是看網路上的一些案例 覺得會變漂亮 一窩蜂的做埋線 這樣也是不對的 確定埋線可以治療你本來的問題 再來就是埋線的選擇上面 不同的種類 以及醫師的一個設計方面 就是要用從哪個地方做設計 去做埋線的置入 以及就是線的一個數量 需要用多少線 以及根據你本身的客人 一個狀況 年齡 以及它的鬆弛程度 以及要達到的效果 去選擇 怎麼樣的線 然後用多少的量 然後再來就是束後的照顧方面 因為這個埋線的過程 速度是很快的 沒錯 然後也是有立即的效果 這個過程大概30分鐘內 就會幾乎全部解決掉 一個整臉的埋線 然後雙傷口 只有大概0.2公分左右 大概3到4天就會癒合起來 再來就是後續的照護方面 就是束後的一個 預防感染的藥物 以及就是傷口照護方面 也要聽從護理師的一個 照護方式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傷口 大概疼痛感的話 一兩週啊 那就慢慢的越來越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